本节目没有人赞助播出 调整方面了啊 那一开始呢我们呢会看到 哎呀防御塔 大家要塔杀的话呢 就没那么的轻松了 直接叠加幅度 就是说越打你越痛 可以高到去60% 而最高打你的伤害 会去到400%的塔打你 现在月塔不要那么的 有了一个塔之庇佑 也不要那么的造成 野怪方面呢 哎血量是少了 不过呢哎物防高了 但是野怪 而魔防是低了 对潘因这种英雄来说呢 就很好了 魔龙的收益呢也是会高了 凯撒就低了一点点 这些的调整呢 不会说的很大的一个调整 而且你如果不是打野的小兄弟的话 这些的调整对你来说 重要性没有那么的大 那我们会直接的 从这个英雄平衡性更多最重要的 我一开始就看到你了呀 萨迦 我们可以看到萨迦 这一次呢是一个增强了 看到大家都知道 在上官晚额呢 武断的在上天 在传说呢很轻松就可以上天了 那虽然现在呢 依然是可以那么短的就可以上天 不过还是增加了 你可以最多冲刺五次了 其实很多时候呢 我们萨迦打的伤害并不是一定说 是要背上天啊 我们排下来那些的 像子弹压的东西 那才是他的输出 而是他的冲刺期间呢 其实打出来的那些伤害也是很可观的 这一次对他来说呢 无疑是一些高手玩家 或者是说原本就专精萨迦的小兄弟们 你们就耍了 打的伤害肯定更多了 那我们呢 这一次亚连的更动呢 哎稍微的一些更动了 其实大家可能是无感的更动 最重要的还是这个机制啦 机制啦 会暴露目标的视野 那兰多的话呢 胜率大家都知道很高了 虽然呢 他的这个二技能 无法去抵挡一些的远程攻击 不像公孙黎 不过呢 他的输出能力真的是很屌的 后来就都知道了 那现在的话呢 印记的爆炸不再送一层印记 印记上他也不会爆击 并且取消了爆炸范围 改为单体啦 那这些的更动 这个兰多的肯定是 很惨啊 这个更动真的是更动的很大的一个更动 虽然不是说什么数值的更动 可是会使得兰多这个英雄呢 你打起团战来 就很明显的感受到这个英雄 很有以前的那种主宰力 不过依然是还有T1的这个位置的 那起罗方面呢 大家也看到这里呢 哎 现在版本的起罗啊 都是那么的夸张的 如果玩的秀的话呢 想要切人的话 虽然没有苏黎那么夸张 还是很了的 那有一个调整了 现在不能够在墙内隐身了 不过在墙内你可以免控 不过的话呢 哎 有这个消弱的话肯定是有增加的啊 大家都知道呢 起罗打团战起来呢 哇一踩下去 那个伤害会分摊啊 没有那么好 现在就不会了啊 这个是一个调整 对于一些喜欢用起罗的小兄弟来说呢 是要重新习惯一下 不过也不会说到比以前弱很多啊 或者是你会用的比以前更六都有机会在打团的时候 那之后的一个就是索文了啊 索文这个英雄大家都知道很厉害的 不过呢 哎 他不是这次不是直接的小弱 而也是普通的一个调整而已啊 基础属性 攻速的成长降低啊 而新增一些机制 可以通过取消技能释放青空魔弹啊 紫色伤害提升啊 黄色的环速提升啊 青色冷却时间变少 而二技能方面呢 伤害也是提升冷却降低 不过黄色的话呢 前期晕眩就变短了 青色也现在没法无法暴击啊 那之后就是哇哦 众望所归 我们的飞累了 飞累的话呢 大家都知道啊 五层之后 从四层变五层之后 这个英雄真的就 要用他的小兄弟们 可能真的特别有爱吧 或者是 真的用的很溜的 不过呢 这个英雄现在又把它盖回 四层了 四层之后的这个飞累 哇哦 真的大家 重回啊 凯撒路 以前的主宰力是没有问题的啊 大家 新版本大家又要看到一大堆飞累了 飞累造型要出起来嘛 哈哈哈 那这一次呢 我们看到史兰兹呢 是消落了 虽然呢 他的这个一技能的这个标枪呢 会三段分四段 这是一个小小的 稍微有一点提升的 使得你呢 可以啊 在更多的段数 不一定要说呢 飞很久才能晕眩很多 不过呢 他的这个被动的伤害 大家也知道很需要的 那就真的啊 给他消了 那我们又看到下一个就是金娜了 金娜呢 是小调整 提升了这个啊 基础跑速啊 那之后就是纳塔亚 也是增加一些额外的跑速 纳塔亚这英雄呢 其实不弱的 不过就是真的太慢了 支援性上面 之后就是叶娜了啊 叶娜这英雄呢 就给他削弱了 对于还人的减伤进行了下调了啊 大家很多时候都看到 哇面伤这么高的叶娜 哇 怎么一大堆技能打上去的不死 现在你就很难会看到了啊 那之后就是呢 女超了 虽然是 呃 在现在版本之中呢 啊 发挥的比以前好很多 可是呢 又要把他给消了啊 那 进一步呢 调优了 他的这技能普攻回应速度 就前摇后摇啊 这些的 不过呢 作为平衡就下调了 他的这个 强化普攻增伤了啊 那就使得这个英雄在前期就没有以前的那强势了啊 虽然也不是说到很强很强势啊 不过在一些职业选手手中 他可以是一个遇神杀神 遇佛杀佛 无论你是佛洛伦佛洛 那之后 我们就看到刚好就是佛洛伦了啊 啊 那佛洛伦这个英雄呢 现在可以看到是一个增强的 上次调整之后呢 大家也知道在团战之中佛洛伦呢 虽然呢 高手之中还是很屌啊 不过现在 哎 他消了之后 还是很少小兄 得会用他用的那么好啦 所以现在呢 就补偿了 他在团战中生存能力 就是大招 对其他目标的免伤呢 有提升了啊 那这一次看到苏黎呢 啊 不愧的 当今的这个版本呢 最屌的一个刺客了啊 在职业赛真的很夸张 而现在呢 真的要削弱了 降低了他二技能的恢复效果 以及大招的冷却时间了 那之后呢 就是装备的平衡性更动了啊 炎盾给他直接提升了啊 那这里现在就可以看到了 炎盾这个装备以前很尴尬的啊 还没出发之前呢 哎 你就死去了 暗了还没出发呢 现在不会了 一暗就直接触发了 之后就是长生护服方面呢 虽然贵了 不过呢 可以看到他属性的这个调整方面呢 哇哦 比以前好很多了 1800之机变2500的这个血量了 哇 4%每秒回来的最大生命 真的很好 之后的话呢 就是嗜血弓了 嗜血弓的售价呢 贵了500块 而 他的这个属性可谓是 哇 夸张的不得了 90片到150 你不如直接以一个王者之剑吗 而且 物理吸血也多了 被动 原本就有多5%了 之后 如果按刀的话呢 大家也知道很鸡肋的一个装备 通常都居魂路比较高效益 现在版本 不过呢 在改版之后 哎呀 虽然贵了200块 不过呢 哇 会是100攻击 物攻 150物理防御 10%的冷却缩减 对于凯撒路英雄来说很适合 因为很多小兄弟 他们都会是说 哎呀 我射手 要那个10%物理吸血来干嘛呢 我是一个凯撒路小兄弟 也不需要 对不对 那这就现在完全不同了 而 拘魂路方面呢 也是给他更动了 以前呢 就没有了 以前是有魔法穿透啊 可是没有这冷却缩键 现在就没有魔法穿透 多了冷却缩键 可是这个就比较适合辅助去出 或者是如果你是法师去出的话 真的很脱装啊 没有物理 没有魔法穿透的话啊 那之后 御魔斩的话 之前都有人出吗 这个装备 现在不一样了啊 那会在生命地域40%之后呢 有一个魔法护盾 而且呢 原本就会有180的这魔法房 预压15%的这个攻击速度啊 还有这个70的物理攻击 适合一些呢 我们的射手去出 那还会增加韧性啊 哇哦 还会有20%的刨速 对射手来说十分的好呀 那在魔纹方面呢 鬼爪呢 这个属性呢 就下调 长青蝶人也是 可是岔骨提供的韧性就提升了 那万军圣雷的话呢 就伤害调低 可是冷却变短 那死亡指咒呢 就会下调 小兵斩杀就是提升 因为啊 这个冷却呢 缩短 技高一筹的话呢 诶 金艺 金碧呢 前期呢 这减少趴数会调低 那这就是最重要的一些更动 那当然还有其他更动 我们继续再看吧 没错啊 就是一些的比较啊 我们会大调整的一些英雄 就是第一个呢 就是浪博啊 浪博的话呢 哇 大家看一下一技能啊 还有他的这个被动啊 啊 还有大招都比较好 不过 不过不过不过啊 就是二技能 大家都知道 最重要的二技能 二技能 移除了命中队友的家属 还有护盾小火 哇 这个 就很 比以前没有那么的有用啦 依靠撕裂大帝十分依靠啦 而且击落的这击飞落地后的减速也没有掉啦 这就使得浪博二技能十分的击了十分的击了 那这就能看到这里有美娜 那美娜这英雄是很大的一个更动了 几乎呢 可以算是一个重做了 真的调整会很多很多都全部重做 大家如果想要看的话 大家可以在这里全部看 而我就跟大家归纳 他就从一个辅助坦克 变成一个半坛战士 而且是很屌的一个半坛战士了 那看到领龄的话呢 大家会看到普攻的会从一段变成两段啊 有点像这个拉维尔的这个伤害分摊的这个感觉啊 那之后的话呢 一技能就给他增强了啊 冷却变短的位移增加一大堆的东西都会有 而且会留下一大堆的这个子弹 而二技能的话呢 哇真的很好了 以前不能穿墙 现在可以 而且射程增加 那大招的话呢 而且还会提高这个啊 我们的镜头 那移除了减速效果 不过可以触发普攻特效 那看到佩娜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 哇他的这个更动呢 真的是 哦不知道怎么说了 好像完全没有以前的玩法了 我们先说大招吧 大招的话呢 现在不能够晕眩别人了啊 变成一个回血的技能 二技能的话呢 就是啊 司法将军前摇后摇这些呢 都降低冷却降低 不过晕眩时间也跟着降低 控制很差 现在的佩娜 那之后的话呢 一技能的话呢 冷却时间变短了 治疗量就增加啊 跑速什么鬼的增加 不过呢 就会变成一个很 补血的一个 这个这个补尸的感觉了啊 很没有一个 控制的力量在了 那我们看到呢 在被动方面移除了反弹伤害啊 那可是呢 会增加跑速受伤的时候 而且会2.5秒呢 短暂恢复生命 那在诺可西方面呢 哎呀 技能伤害提升 不过不可以叠加了一技能的火啊 那开启后的这个2.5秒的这个伤害 还有治疗翻倍没有掉 不过新增一个机制就是呢 火力印记啊 目标的伤害呢 会翻倍啊 还有新增了就是同时可以 就用三个目标 就会叠加生命恢复 那二技能方面呢 冷却时间调整 前期冷却变长了啊 那护盾也变得更厚 生命系数也提高 而且新增了一个机制 就是杰出造成魔法伤害 并且添加火力印记 就是刚一技能 我们说的那个印记了 那大招方面的冷却就变长 不过呢 施法的僵制就前摇啊 变减少了 伤害也提升 阿兹卡方面呢 啊 这更多很好 因为呢 阿兹卡这个英雄呢 他可以大招下推人 有点像卢米亚的感觉 而二技能方面呢 弹 弹射是没有上限的啊 不过他有时间的限制啊 那一技能的冷却降低啊 施法僵制这些手感的感觉啦 那被动方面的石化时间变短 无他的 都改那么强了啊 基础伤害给他提升啊 不过魔法系数呢 吃的比较少了一点啊 那这些就是最大的最大的一些更动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小一点的更动啊 对于这个传说战场来说 那现在呢可以看到呢 在其他的一个调整方面 就视野魔石啊 你的一塔啊 中路一塔外塔被破了之后呢 诶 会获得一个像大家看到这个 啊 有点像一个灵鸟啊 补包的这个东西呢 为你提供啊 在你自家野区的一个视野 使得你的这个野区 不会在中路一塔破了之后 那么容易的陷落了 那之后还有调整的3v3啊 魔法骑这些的重做啊 更新调整啊 这些的话呢 都是一些的其他玩法的一些小调整了 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次 哇 S17的更动真的超级超级 都说了真的很久给大家了 也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MATIM的我 喜欢影片的话呢 别忘了订阅点赞 还有分享啊 哇真的说了口都干了 很多的更多分享给大家 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